當有這些培訓好的模特兒 事實上企業相對不需要這麼多的運算資源 它可以善用這樣的模特兒 加上一個叫做所謂的減鎖增強生成 那這樣的做法事實上 它可以提供一個企業的知識庫 Knowledge Base 可是好事情就在這一年來會發生 很多國外的資料中心業者 也期望要進駐到台灣 來提供一個更為完整 提供這一類生成性AI發展環境的 一個運算的一個資料中心 NVIDIA已經左眼看到這件事情